这里是甘肃天水 这个仓库是我们租的场地 用于收购苹果和打包发货 今天苹果我们卖完了 我们把场地清理一下 准备离开 今天就去带大家收花牛苹果 这一车果子偏小一点 这个也不是不是很理想偏小了 上面的都小下面的更小 下一位 这个有黑点 看了吧 颜色不是很好 这颜色还不小 全是这个颜色像什么样 这是粉的 花牛苹果要乌黑发亮的 像这种粉这种粉红的 基本上就混了 像刚才那一车 三块三块三左右差不多 值不了四块 现在都是这种果了 都没啥 都不怎么很好 品相不是很好 这一车它有的没有拉长 像这个都是短圆果 这一车稍微好一点 就磕伤了 现在都收不上好果了 没有什么黑果子 花牛苹果要黑的 这一车都是小果子 太小了 这都是 估计都是别人挑下来的赤果 前面是小的 后面是软果 不理想 前面看一看 这里排了好长的一溜 都是拉苹果过来卖的 小果子 小果子 原果子 原花牛 那种原果子就便宜了 这个 颜色不是很正 赤果 拿去做苹果醋的 做果汁的 这这一车苹果的花花绿绿的 还有原果 还有原果 像那个大的那个那个 粉红色的有一斤多 那和这个苹果是粉的 这苹果有一斤多 也没怎么拉长 这一车可以 这车 这车个头不大 但是颜色还可以 价钱怎么说 你说个价吗 啊 四块 可以挑吧 可以挑吧 能挑吗 能不能挑 四块可以挑 这个老板娘要价四块 什么一框的价 啊 可以挑不可以挑就问你 这个老板娘要价四块 这个有的拉长不是很 这都是原果 这些都是原果 都果心不是很好 很像这些都是小拉长 这些也都原果吗 根本没有几个果心好的 哎 刚才那一车果 原果很多 那种没有拉长的 中间没有那个腰线的那种花牛苹果 在当地就是 两块五六 腰线好的 果心好的 就要 同一种果就要贵个一块多 就是三块六七 刚才三块六没有谈懂 由他去吧 我们再看一下后面的 家人们晚上好 我是高手 这里是我们今天新鲜宝宝的 四百件 八牛苹果 每一件 带香十斤 净果九斤左右 每一箱大概十五到十六个果子 新鲜 脆甜的花牛苹果 原产地现发现装 今天是我们这次带花牛苹果的最后一天 花的高价格四个 四果也不多 你看就挑了两箱 两箱出来 知道吧 两箱出来 因为 因为我们啊 花的四块多几个果 要挑的很仔细的 这样一个果啊 这样子转转一圈 看后面 再看前面 就放这样 不行 就给人家 知道 都 都可以 一个一个挑的 赤果所以说比较爽 这个你放心 这个两箱果 我们除以三就得了 除以三就得了 除以三就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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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十八点八 最后一次哈 今天发最后一次 车已经来了哈 把刀 108个刀 183456788 886次嘛 家伦们晚上好 欢迎来到我的直播间 我现在看不到弹幕啊 只能看我 搬苹果啊 现在后台没单的吧 现在也也也没有单了 我们昨天卸货啊 卸到三点钟 四点钟 四点钟 洗一洗睡一睡 太漂亮了 你看马上帮你们发货啊 家伦们啊 这个吃一装手啊 就没有了 真的 不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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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给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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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错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